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了 交节目月费来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除了经PayPal 还可以经PayMe 转数快 或者Patreon交月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十九个立法会议员 我叫他垃圾会议员 再加上十个高官 原来现在最新的数字是十四个高官 整个洪门宴 现在叫他洪门宴 洪惠民的生日party 他是前海管理局的高层 有些人可能就说 这个也是明日之星 前海就是后备的金融中心 可能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 他是高层 大家可能就拆他的鞋 这种看法呢 我是绝对不Bay的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计 你十四个高官 有五个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 你都要去贺他 代表这个人很可怕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就不会Bay的 而我是 我的看法很简单 这班本来就是垃圾 那时候港英时代 所设计的那套民官制度 廉洁奉公 有效率 我们叫做廉能政治 英国老殖民统治时代 尤其是90年代之后 严格来说80年代 中英谈判之后 他们第一 非常重视民意 所以很多政府的重大政策 他都经过一个咨询的阶段 这个咨询不是假咨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议会 那个立法机关不是民选 不是全部民选 至少在85年之后才有 91年才有直选 所以你没有办法 民意去输入这个政策 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一个民意机构 立法会不是一个民意机关 在港英时代 到91年有直选之后 当然就出现一些所谓 会批判港英政府 比较严厉的 立法局议员 所以他会有很多 民意资讯 而那个民意资讯是真的民意资讯 然后他没有这些所谓 政治任命的官员 全部都是AO 包括那些做到 司局级 那时候的司局级 那时候一样有 叫做暴政司司长 那个就等于第二把交椅 除了港督之外 那时候的体制有点不同 他是殖民地统治 但是非常重视民意 所以 要保这个民主的不足 就两样东西一定要保持 第一是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第二就是司法独立 这个是港英时代 特别是80年代之后 那个后过渡期开始 你看到他更加重视民意 当然在北京的角度来看 你就是在那里玩东西 好像后来那些所谓建制派所说的 就是港英政府叫松了那些螺丝 如果交回这部机器给你呢 接着因为他叫松了那些螺丝 接着你就708落了 那他又不说 你英国佬留下一个机场给你 留下一个玫瑰园给你 青海大桥加一个新机场 那你怎么计呢 澳门的葡萄牙政府 留下一个负债的库房 因为葡萄牙的官员 就是贪污 腐败 就是历任的澳独都贪污 是不是 跟香港哪有得比 是不是 所以 他在保这个 没有民主政治的这个漏洞 他就一定要坚持那个司法独立 普通法 另外 就是有一个 就是所谓 大家都记得70年代 就是那个警念冲突 因为有ICAC出现 那你保民主政治不足 一个就是言论自由 一个就是司法独立 再加一个就是 你要有一种政治防负的机制 防止这个政治腐败的机制 那时候的立法局议员虽然是委任的 后期那些所谓的非官首议员 为什么有官首和非官首呢 因为那时候的立法局呢 就是官方代表都是立法局的成员 那些叫official member 接着有些un official member 就是委任的立法局议员 每个人都是各界的精英 但是那不是民选 是吧 后来 那些人吹嘘这个功能组 有多么伟大的时候 不是说回以前港英时代的时候 李鹏飞也好 是吧 就是 由当前身那几个人 田北俊 张鑑全 这些都是委任的 是吧 是吧 谭王易明 范徐丽泰 一大堆这些 都是香港的精英 是吧 那些精英治港 是吧 但是 没有民主的 所以要靠司法独立 靠言论自由 是吧 还有政府推动政策之前 他有个咨询制度 再来是什么呢 有个政治防腐的机制 这个政治防腐的机制 包括第一个ICS 廉政专员公署 叫做港督特派 总督特派 廉政专员公署 有了ICS之後 过去的港英时代 就是官员 警察 那些贪污腐败的现象 一掃而空 是吧 是吧 最拿命的 这个ICS 是吧 那后来ICS都礼崩乐坏 到了这个白允六手 死得更快 湯显明 就是醉猫走鬼 在ICS整个酒庄 藏有很多瓶的 这个很贵的茅台酒 这个契弟 就破功了 平时看他黑口黑面 整个情报头子的样子 不狗言笑 好狠有威严 君子不仲俗 不畏 原来又是仆街一个 喂 你可以仆街到作为一个ICS的专员 你去参加一个人大代表 的生日party 现在被人送去竹高湾 算是堕落了 是不是应该有份呢 送去竹高湾 这十九个员员 十九官员 你看看这群人 现在十四个 加上多少钱 大家试试上网去查一下 我就忽然在这里说 加上多少钱 知道吗 真是浪费公帑 这些全部是政治酬庸 徐英伟是民建联的 还有很多个民建联的政治助理 副局长 是吧 ICAC 喂 这个是独立的 直接向这个特首负责的 这个是港英时代 所设计的一个政治防抚机制 防止腐败的一个机制 是防止什么人 防止公职人员腐败 接着还有一条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他连位高到 好像这个 前特首曾任权 都因为这条罪 他坐了十八个月监 后来中审法院上诉无罪 那他一生人的污点 就在这里出现了 这个都是港英时代遗留下来的 除了ICAC之外 还有的就是 審计处 審计处长都是中央任命官员 他是核政府那盘数 严格来说 是核公币的使用 支出的部分 立法会 就 财政预算案 全部都是说支出的 不说收入的 OK 立法会去批准你这些支出 但是呢 你的支出批准之后 政府使用这些公币的时候 或者那些法定机构呢 你就要有个核数的机制 那就是審计处 審计处每年就会出两份报告 叫做行工量值报告 就将所有使用公币的政府机构 和法定机构 他们究竟有没有浪费公币 有没有在vary for money方面有问题的 那就出两份报告 然后立法会有个政府帐目委员会 就负责去審查这个核数报告 然后在里面选择一些若干的章节出来 就召开这个公开聆讯 那些被審计处点名认为浪费公币的 这些机构 那些首长就要在这个公庭会里面 接受议员的质讯 小弟做两届立法会议员 我做了六年政府帐目委员会委员 大家就是识与不识 仇家还是老友 其实我也没有老友的 都不得不承认 我在政府帐目委员会发挥的作用 那是最有功能的一个立法会员 在政府帐目委员会的 好了 有这个审计处 有廉政公署 政府另外还有一个部门 叫做申诉专员公署 就是政府部门行为失当 或者失职的 你可以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 那他有调查权的 那政府部门要回应和改善的 那这三个机构呢 就是政治防腐机制 好了 你现在看到这个鸿门宴 你什么是这个 这个ICAC专员 是不是 一只老鼠鼠 其实他当时我们在审计这个 这个汤显明的时候 政府帐目委员会呢 他的态度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他后来回应 还有他要写很多报告 还有跟进 那都是代表他对这个 这个汤显明的做法 非常之不以为然的 但是你发望都想不到 是不是 他现在是 喂 一个这样的晚宴 你作为ICAC 你去做什么呢 请问 你不会避炎的吗 是不是 所以现在真的 好像我那时候 骂汤显明 那两句说话 离崩乐坏 教化不兴 喂 英国佬 帮你留下一个这么好的制度 97年7月1日主权转移之后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包括AO也好 那些政务主任都是敬紧从事 不民政治 行政中立 你明白吗 那是非常之有效率的 跟着出了这个高官问责制之后 就开始出现腐败的现象 开始政治化 就是在行政机关里面 开始政治化 现在连到香港人 认为最好的一个所谓政府机构 廉政公署都堕落 所以你先不要说 我消灭了反对派 又没有了那些反对派的媒体 是不是 这一场殲灭战 取得彻底的胜利 结果呢 结果就是你有十个立法会议员 去参加这个洪门宴 有十四个政府高官 去参加这个洪门宴 是不是 洪门宴不是洪门宴 本来就已经不堪了 现在更加不堪 现在是 送去送检 是不是全部隔离 我不知道 现在要了解事实 徐英伟就肯定要隔离21日 隔离完之后 如果这个混蛋不下台 或者自己不辞职的话 我想你 林郑月娥 这一关都很难过 所以大家留意到 林郑月娥第一个 第一个点名就是点这个徐英伟的名字 十四个官员里面 第一个点的就是点徐英伟 所以正路来说 这个年轻就应该要下台 是不是 那你之前也有人下过台 是不是 他上任的刘光华也是中途被炒的 是不是 都是民建联的 不出奇的 是不是 但是 你看到这个 林郑月娥的回应 你就知道 是不是 她 对于郭泰出事 她就 竹葛带着头来问 是不是 跟着 喂 即使你有个职员出事 你是头也跟你的事的 好了 到他现在的年轻出事 他就说不跟他的事 说他们不可以躲在行政长官后面 行政长官不需要说他要负责 如果 行政长官要为他们这些人 所做的事去负责的话 就是 这个政治任命 就是假的了 这样 说什么 总之就是 推得就推 你负责就负责 是不是 现在是指向高官开批 不准市民堂食 你说大家会愤怒到什么程度 特别是那些酒楼佬 你是不是想杀死你 休息一会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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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